郭文貴 大家好 我是德國學術交流中心 台北諮詢中心的主任 德國學位制度很簡單 基本上跟台灣差不多 跟台灣一個比較明顯的區別 在德國換專業 基本上是不允許的 博士階段還比較靈活一點 特別是許醫師到十或十 特別嚴近都不允許 你唯一的辦法就是你重新開始 從另開始 在德國重新讀一個許醫師學者 不過如果你現在 大算去德國讀十或十 你本來就在考慮 後來可能還要繼續練一個博士 這樣的話 我建議你 直接讀重新大學就好了 如果你更重視的 你的工作機會 你說是畢業了之後 你本來就考慮 直接開始工作 那應用科學大學非常值得考慮 下面我想給你們介紹一下 區體德國研究的一些條件 科研工作大概是 在什麼樣的機構裡做的 一個很明顯就是大學 我們還有一些研究機構 德國的研究機構裡 不能讀大學 不能做博士 不過你可以在大學裡做學生 然後在科研機構裡做研究工作 這個可以 那什麼樣的機構 辦法將學清 DAT當然是最重要的一個 特別是面對國際學生 其實比DAT還更大的一個機構 是DFG 德國研究協會 它同時也是強食清項目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 小一點的辦法強食清的機構 比如說 紅寶 紅寶 基金會 支持博士後 研究的一個強食清機構 那這些機構 然後四大呢就是 萊姆希 Henholz Franckhofer Max Planck 這四個 研究機構是德國最大的 除了他們以外 還有很多很多小規模的 幸好我們DAT 今天收取所有這些機構的 項目的信息 登上我們的網頁 我們常常說德國學費 德國學費免費 不完全對 目前為止 是60%的課長 國師班在德國 一律都是免費的 可是學士說是 可以有學費 學費的話 目前為止 學士說是極端 德國一共有16個聯邦州 16個聯邦州之中 有一個聯邦州 就是巴東富登堡聯邦州 要叫 國際學生 要叫一個學費 學費標準是 1500歐元一個學期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說 平均一個外國留學生 在德國 需要800歐元的生活費 基本道理就是 成績越大 生活費 一般的生活費 成績少一點 提議 下面 我想介紹給你們幾個 我們德國學術教育中心 最重要的一些項目 第一個這個是要的項目 可是這個是 學士 讀學士學生 都可以申請 我們叫它 Summer School Program 就是 書家 課章 該點是什麼 你已經是 開始讀德語 那你將來 可能要去德國留學 是什麼呢 我們德國學術教育 成績兩邊免費的 商工會有一個 很大很大的服務 好像200多到300個書術手 可以去一般來說 一個到最多兩個月的德國 還提供一個 基本生活費 現在一個是950塊 一個規定是 非德裏專業的書術手 德裏水平 達到AR水平 升級期限都是 12月1日 所以冬天升級 需要再主持 很好的一個機會 金秀你已經開始 學德裏 去一趟德國 說不定還可以了解 你將來的一個 研究機構 認識你的博士導師很好 其實訓練德裏 非常支持你 升級這個項目 也比較好升級 如果你打算 在德國 讀一個學士學位 你可以升級 綜合唱將學信 綜合唱將學信 什麼樣的概念 就是你在德國 就要讀一個 說實學位 很簡單 每月給你800歐元 要是什麼 只要面對公正科學 責任科學的學生 社會科學 文科的學位上 不能升級這個項目 升級期限很方便 下一次是 2019年5月30日 到夏天 基本上到9級 10月份開學 這個項目 其實升級的學生很多 我們要求比較高 你平均成績 你的GDP 要為85分以上 現在考慮到在德國 去做研究的一個 比較重要的項目 這個是我們跟科技部合法 你可以去一個下 你幫你做兩個月 幫我什麼德國研究機構 然後 你後來要升級 博士 找一個博士導師 機會 就好得多 第二 有各種各樣的 短期和長期項目 有 我們大概是十年一下 還是十年以上的 都有項目 你自己考察一下 你要在德國去行研究 說時候博士研究 博士研究 博士後的比較多 科技部 還有一個所謂的 三明治計畫 你是在台灣 度博士 然後要去行一段時間的 在德國的博士研究 可以升級這個三明治計畫 有一個網站 Research in Germany.org 然後就在裡面 叫Funding Programs 我們這個網站 我們盡可能 不只是介紹 德國學術教育中心的項目 同時也要介紹 別的機構的項目 好 除此之外 還有一些很重要的 連接 即使你像我們第二帝的網站 你都會找到這些網站 那個小冊子裡都有 如何準備將軍機升級 第一個道理 越早越好 你剛剛聽到 有一些將軍機項目 你出國之間 一年就要升級 那現在不是隨便升級 它需要很多人的文件 它需要老師的錄句書 那老師拼什麼給你錄句書 拼你的研究計畫 而且你升級過的項目 也需要研究計畫 所以你其實 你出國之間 兩年 說不定三年 都已經開始準備 冬季書 我想看到 你為什麼覺得 你非去德國讀書 因為那邊有一個教授 他做的那個專題工作 在台灣沒有任何人可以做 然後他做了一些 都具體的項目 我必須看得出來 你對這個老師 對這個研究計畫 了解和興趣 你面試的時候 也要注意到什麼 然後面試的時候 我會問你 你用的是德文 還是英文 面試都可以 一次次距離 我們每個學校 一般我可以二十分鐘 至少三個 有的時候四五個人 考官都會問你問題 然後你的特別的 那個精印象 是 所以出版國讀書 你以為是 教學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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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是一位英语教授 我也是一位英语教授 在各式教授的课程中 我认为我是正确的人 你会认识到明月的结果 谢谢大家